海鞋会长陈云林这次来到台湾 和海鸡会董事长江炳坤 他们两位夫人 那我们看到了这个行头 也是成为了关切话题 那么虽然说昨天呢 这个台中也只有13度 不过我们看到了陈云林的夫人呢 赖小华 她一袭击袭短裙亮相 脖子上呢绑着丝巾显得很俏丽 而江炳坤夫人呢 则是维持一贯的风格 和上一回一样都选择 穿上了白色套装 优雅干脸 谢谢各位朋友 谢谢 等了一年终于等到第四次江城会 陈云林江炳坤相见欢 两位夫人的装扮也成媒体焦点 请两位 在那前面再握一下手 记得要补个镜头 要补个镜头 不怕台湾寒流来袭 台中低温13度冷嗖嗖 陈云林夫人赖小华 白色断面绣花棉袄 配上极西黑色短裙 脖子上一条蓝色丝巾 增添紧分俏丽 相较之下 江炳婚夫人陈美慧 一身白色 力领套装 看起来优雅干烈 至于两位男士 黑西装白衬衫 没什么好作文章 倒是胸前领带 一蓝一红巧妙 表达立场 其实两位夫人 今年已经不是第一次见面 六月份在北京的江城会场 两人就曾经被媒体拍到 手牵手 当时还很有默契 都穿浅色透装 这一回一个穿裙子 一个穿裤子 但都成为会场的最佳女主角 中天新闻台北台中综合报告